大家好,欢迎您来到墨尔本中文私塾频道,我是周老师,我在为我的学生准备每日阅读跟读的内容,后来一想,为什么不做一个YouTube视频与其他想学中文,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的人共同分享呢? 于是我就开通了墨尔本中文私塾频道,跟大家分享我的视频,希望想学中文的朋友可以跟读,每天几分钟的跟读,相信假以时日,您的中文会有很大的进步。 您跟读后,请在评论区打卡跟读,以激励我做更多更好的视频。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问题,请在评论区留言,我看到后会及时回复,谢谢。 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每日阅读跟读。 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林汉达和曹渝章的《上下五千年》,他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,非常地有趣。 好,现在我们开始。 第一章,开天辟地的神话。 我们伟大祖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。 按照古代的传统说法,从传说中的皇帝到现在,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,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。 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,有许多动人的有意义的故事。 其中有许多是有文字记载的,至于五千年以前,远古时期的情况没有文字记载,但是也流传了一些神话和传说。 譬如,我们人类的祖先,究竟是从哪里来的? 故事后流传着一个旁古开天地的神话。 说的是,在天地开辟之前,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。 里面没有光,没有声音,这时候出了一个旁古式,用大幅把这一团混沌劈了开来。 轻的气往上幅就成了天,重的气往下沉就成了地。 以后,天每天高处一丈,地每天加厚一丈。 盘古式本人也每天长高了一丈。 这样,过了一万八千年,天就很高很高,地就很厚很厚。 盘古式当然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。 后来,盘古式死了。 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变成了太阳、月亮、星星、高山、河流、草木等等。 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神话。 神话毕竟只是神话。 现在,谁也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儿。 但是,人们喜欢这个神话。 一谈起历史,常常说,从盘古开天地起。 这是因为,它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丰富的创造力。 那么,人类历史究竟应该从哪儿说起呢? 后来,科学发达了,人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化石, 证明人类最早的祖先是一种从古元转变而来的元人。 我国科学工作者,在祖国各地先后发掘了许多元人的遗骨和遗物的化石。 可以看到,我们祖国境内最早的原始人已经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。 像云南发现的元某元人,大约有一百七十万年历史。 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猿人,大约有八十万年历史。 哪有名的北京猿人来说,也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了。 这里,我们就从北京猿人说起。 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殿一带。 那时候,中国北方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。 山上山下,长着森林灌木和风貌的野草。 凶猛的虎豹、狼、熊等野兽,出没在树林和山野中。 那里还生长着大象、犀牛和梅花鹿。 猿人的力气比不上这些凶猛的野兽。 但是,它们和任何动物根本不同的地方, 就是猿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。 这种工具十分简单。 一件是木棒,一件是石头。 木棒树林里多得是,但是是经过人砍销的。 石头呢,是经过人工杂打过的。 虽然很粗糙,但毕竟是人制造的工具。 它们就用这种简单的工具来采集果子, 挖植物的根茎时, 它们还用木棒、石器来同野兽作斗争, 猎取食物。 但是,这种工具毕竟太简陋了。 它们获取的食物是很有限的。 靠单个人的力量, 没法生活下去。 只好过着群居的生活, 共同劳动, 共同对付野兽的侵袭。 这种人群就叫原始人群。 几十万年过去了, 猿人在艰苦的斗争中进化了。 在北京周口殿龙谷山的山顶洞穴里, 发现另一种原始人的遗迹。 这种原始人的样子, 已经和现代人没有什么两样。 我们把它们叫做山顶洞人。 山顶洞人的劳动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。 它们不但能够把石头砸成石斧、石锤, 而且还把乙兽的骨头磨制成骨针。 别看这一枚小小的骨针, 在那时候, 人们能够磨制骨针,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 有了骨针, 人们可以把瘦皮缝制成衣服, 不像北京猿人时期那样赤身裸体。 山顶洞人过的也是群居生活, 但他们的群居生活已经按照血统关系固定下来。 一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共同祖先生下来的, 也就是同一氏族的人。 这样, 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了。 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了。